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演唱会的祈福仪式 26号的上午是在东大门夜市旁的广场举办 县长徐真卫在观光处处长张志祥等人的陪同之下 特别祈求神明菩萨能够赐福花莲风调雨顺 让整个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能够利用这一个星期来到东大门 欣赏热闹的演唱会内容 欢迎收看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演唱祈福敬拜仪式 26号在东大门夜市工程举办 既然徐真卫在观光处长张志祥等人之下进行最近离 为了让1.6天的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晚会更加完善 既然选择亲自确认场地以及相关配套措施 约以一早排队参加演唱会的引起模样们问候 并且赠送暖暖包并且关心保留的情况 公共处长张志祥表示 因应中央流行异性指挥中心防疫措施 入场民众进行简讯迟联制 且全程佩戴口罩 中山路、崇清路等四个管制入口 都有红外线热项移量测量温 现场并且补充水分之外 禁止饮食兵不设置饮食区 一旁多当晚夜市六个出入口 则是会放置红外线热项移消毒门等设施 活动现场周边活动 从下午5点开始实施交通管制 也请民众多加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